一集近两年发展非常不顺利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一集要在巅峰期选择转型 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且巅峰期转型最好成功 于是便有了Mafia in the Morning 至于后续的作品没有那么拉垮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朴振英因为Mafia的RAP问题 被要求推出制作组 事情一度闹得非常大 之后朴振英真的推出创作后 导致JVB女团的成绩直接拉垮 韩流网友的吐槽让JVB害怕了 他们害怕韩流网友不再喜欢一集 因为当时TWIS如中天 坐稳韩流Top女团的宝座 而一集则是疯狂的上演圈前 于是悲剧便开始了 为了挽回所谓的一集姻缘口碑 抓IP破天荒的选择 回头炒冷饭推出Local 韩流女团更新叠达非常快 最怕失去新鲜感 转型之后回头炒冷饭 本来优秀的作品Local 给人一种有水仙作品的感觉 Tun Crush的主管成员是申柳珍 在车视中 直接变成了边缘成员 怕得直接垫底 很多人无法相信 Spotify的202总流媒 一集是四代女团第一 而且是断层第一 被耽误这么久 还能有如此好的成绩 只能说GYP真的太耽误 一集的发展了 爱的韩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